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潛水大師講阿Bill的時間 今天又轉一轉的角度 之前高炒得來可能比頭高 有些朋友回覆說好像不太清楚 好像遠了一點 這次用高炒的方式 近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今天的主角是介紹一隻Tesno Marine 一個美國品牌Tesno Marine的Gran Cruz系列 Gran Cruz是一個潛水標 現在就是鏡頭前面看到這一隻 其實它特別之處 大家看看 第一件事是很眼睛的 觸目就是它的顏色 藍圈 藍圈 其實都很帥 適合有Sporty的款式 而它的標盤 其實它做得很細緻 那裡的 它都有一些暗文 藍圈是一些暗的波浪粒特紋 那它做得很漂亮 那它在6點位 那裏和12點位 都分別印有 那6點位會印有 一些字 說防水200米 一個自動飆 Tesno Ravine 的品牌也印在12點位 你看到它的瞄針也很順暢 因為它當然是一隻自動錶 機芯方面也採用一個廣泛使用的NHQ 35A 很穩定很可靠的機芯 而這隻錶的外觀大家都看了這麼久 其實尺寸方面也挺大 官方數字有48mm直徑 其實有些人說48mm很大 但這隻錶都是大隻的 不是小隻 但不是想像中48那麼大 其實48mm的意思是說 當然不算八的 但問題是它們計過錶鶴 錶鶴的外直徑是48mm 而它的內圈那方面 其實都是在說42mm 整體來說 那個圈不是很大 那個圈是很標準的 叫做42mm 而那個錶鶴最外圍是48mm 或者給大家看看側面 大家會明白 因為它是斜的 所以最外圍是48mm 其實它的錶圈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但也是大隻靚仔 而這隻就是鋼帶版 鋼帶版 老實說 這隻原裝鋼帶 是比較 質感比較重的 挺硬的 戴上手 有一點像一隻鴉 那樣的 鋼水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標殼的方面 左右側邊也拋光 做了拋光 它也是鎖霸的 當然是 這隻是200mm防水 它是鎖霸的 鎖霸的設計 鎖霸的設計 也有Tesno Marine的 標籤 一轉一轉個圈 給大家看看 這個潛水圈 它也採用了120kliks 的單向 潛水圈 轉上來也是很流暢 而12點位也對得很棒 以及 標籤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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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是很特別的 一般來說 標籤的設計 標籤是幾種mm 但這隻 老實說 標籤是26mm 但是 這隻標,這個系列的標籤 比較有一個 特別的特性 就是它不容易可以換到坊間其他錶帶 其實按照數字它就說26mm錶帶 但是其實它這隻錶 它其實是一個設計 是好像一個凹凸位 一個叉位 那如果說原裝的鋼帶 它只是用回這條鋼帶 你換掉些帶也換不到 這裡是收螺絲 在這個錶帶位 脫掉之後 一脫掉就看到有一個叉的位置 它的設計是這樣的 是漂亮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喜歡玩換錶帶的朋友 就不好意思 這隻錶真的 你用回原裝鋼帶 就原裝鋼帶 其實待會我再給大家看一看 另外一個款式 因為其實這個Gran Cruz的系列 其實主要是出膠帶多的 老實說如果膠帶更投行 因為有些朋友買了膠帶 就問 喂 那如果帶斷了怎麼辦 那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能換 它膠帶就是膠帶 它的設計和鋼帶一樣 它也是這個粒特設計 都是用回原裝膠帶 而Tesla Marine這個牌子 它的原裝鋼帶 都不太容易配 還有 怎麼說呢 有得配都不會便宜 所以老實說 是一個系列的一個小小缺點 有些朋友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有一個辦法 可以訂造一些皮帶 老實說 皮帶來說 可以有不同的形狀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那些帶是怎麼樣 不過就麻煩一點 不太容易換到一些通用的錶帶 好 那我繼續說回這支錶 那錶帶的方面 可以看到 是很 叫做 很有質感的 老實說 它的錶扣 錶扣也是一樣 印了Tesla Marine 和Logo的字樣 而且 真的很有質感的 不是開玩笑 它也是用了這個實心的橋位 而它錶底那方面 也都非常靚仔 是做一個透底 而看到它裡面的NH35A的機芯 那錶底 蓋那裏 也都看到 它有些字 寫著說 這個 自動錶 它是200米防水 那樣 它也有Tesla Marine的字樣 和這個 這個手錶的型號 那這個錶帶 再講一講 雖然它的質感也不錯 那些鋼水是很足的 但是 它換錶帶方面 它是用這個撞針的模式 這不是收螺絲的 這要留意一下 好 我戴上手給大家 看看 我戴上手就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 尺寸也不是太過分尺 但是 也要有差不多的手型 會比較好看 那這個就是鋼帶版 那這個標盤那方面 再補充一句 那 除了之前說 有那個暗紋 波浪 凹凸紋之外 其實它那個黑度 那它有一些 圓珠型的夜光黑度 那或者可以試一試 夜光給大家 看看效果 好 那又關燈了 好 因為現在是日頭的關係 所以 環境關燈都不是十分之黑 那這樣呢 都 看到 夜光的效果 那這個夜光是藍 藍夜光來的 藍夜光來的 因為日頭的關係 那外面的窗外 外面滲透了一些 光線出來 所以 效果就 沒有那麼出 那但是呢 現在都是 可以看到 藍色的夜光 好 好 那開燈先 對啦 夜光就試完了 那 那 環境問題 但是其實這隻夜光 都很光的 所以都不用擔心 那因為其實 夜一點 黑黑一點的情況下 試會更加清楚 那這隻 Gran Cruz的 藍藍鋼帶板呢 那 都 大致上 都介紹差不多了 那再補充一句 霸的那方面 這個霸的那方面 這個霸的的設計 是和這個標殼 是一個很流線的設計 那 其實呢 想帶出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因為這個鎖霸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 unscrew 出來 那 鬆了之後 是這樣的 那 它扭進去 當然要 給點力 扭進去 那 那 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 因為這個霸的 是 會 因為 就著標殼的形態 是有部分的霸的 藏了進去 標殼那裡 而 鎖霸的扭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這個霸的都很滑 有時候 扭的時候 可能 有機會 因為這個標型 和霸的那個 比較滑 的關係 有機會 是 因為這樣的設計 而未扭實 而未扭實的時候 就有機會 洗手 或者濕水 就有機會 入水 所以這個設計 大家要留意 鎖霸的的時候 真的 確保真的扭實 因為這個設計 我研究過 真的有機會 是 以為扭實 其實就未實 還差一兩圈 都不出奇 這個 大家要留意一下 確保真的扭實 才好佩戴 好了 這隻鋼帶板 大致上 都 樣子 看得差不多 都清楚 那 給大家看看 其實有些朋友 覺得 這隻鋼帶板 好像更漂亮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鋼帶板 如果喜歡質感的朋友 當然是鋼帶板 而膠帶板 是有好處的 老實說 膠帶 會帶上手 會貼身一點 這隻就是 紅圈銀面 帶上手 會貼身一點 而且這條膠帶 很柔軟 是很柔軟 唯一的問題 就是 如果這條膠帶 要換怎麼辦 這個真的 是一個 這個品牌的小小缺點 不過 沒有辦法 老實說 這些 性在便宜 性價比高 所以 不要想太遠 這條膠帶 爛了買一隻 還有一隻 黑圈 銀面 都很特別 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條膠帶 膠帶帶上手 反而會貼身一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 膠帶帶上手 可能會舒服一點 只不過是 鋼帶那方面 就會比較 感覺是有質感 和 喜歡質感的朋友 或者手粗的朋友 可能會喜歡 帶鋼帶多些 但膠帶 手 反而是 幼身一點的朋友 手腕 都可以帶到 好了 今天 就介紹了 Tesno Vareen Gran Cruz 這個系列 大致上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請給個like subscribe channel 和 share 給朋友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再進一步討論 好 多謝大家收看